馬英九結束了複入行程 抵台他說九二共識又活過來了 九二共識又起來了 好我們再看看相關的報導 馬英九仿中反台 然後呢 藍寧雙北議員包車接機狂拍馬屁 再來我們再看看相關的新聞報導 馬英九複入反台 心肺都來接機 獨派接機 獨派在機場外抗議 就是剛剛臺灣基進黨 我們興奮兄他們去抗議 再來我們再看看相關的報導 僅有國台辦陪同 終身交流 沒有動員學者說馬英九被中國嚴重貶低了 因為他跟這些學生在會談的時候 交流的時候 每一場總共有三場 每一場學生都沒有超過三十個人 以中國十三億人口 他們的大學生上千萬以上 隨便動員個三萬兩萬動員不到嗎 對不起 三十個 馬英九帶的學生都三十個 我們再看 馬英九結束仿中 仿中行 然後反台獨派場外抗議 私心裂肺都去接機 私心裂肺都去接機 我們看到費洪泰是直接到了機場的裡面去接機 也就是到下飛機的登機口去接機 然後徐曉信他們在外面接機 結果碰不到馬英九 徐曉信被航警管制在動線外圍 無法送馬英九上車 這徐曉信這一次好像跟費洪泰比起來吃了憋 那為什麼會吃了憋 我不知道大家曉不曉得 如果不曉得 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不過先來請親王來看一下說 這欣欣跟費洰跑去接機 好像高低 高低比出來了 這費洰比較厲害 那欣欣被圍在外面進不去 這個象徵現在兩個人在黨內競爭的狀況 看起來這個費洰是比較接近馬英九 然後看起來這個欣欣是距離他比較遠的 那當然這個我們現在分兩件事情來講 其實我把這一段也講一下好了 先讓大家瞭解 這個是立委 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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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講 立委要進去航警 這個航空站裡面的管制區是有特權的 他只要跟航警 也不必特別申請 你知道今天早上去拿個證件換一下 他就進去了 立委有這個權利 我當過立委我知道嘛 我也當過內政部長 我要怎樣嘛 議員啊 對不起 因為你不是中央的 所以你要進去要申請 不過台北市議會 有兩張可以直接進去的證件 台北市議會有 所以我們這邊有台北市議員喔 我讓你知道以後你要接機可以可以去跟台北市議會 秘書處拿 在秘書長那邊 台北市議會有顯示一件事嘛 許小新當了一屆多的議員 還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沒有去拿那個 可以去申請這個接機證 拿了他就可以進去 他不知道 不然的話 好可惜 如果許小新知道的話 他去拿那個接機證 他也可以進去裡面 那這個時候站在他旁邊的可能就不是這個立委啦 可能就是許小新在這裡 兩個人不知道又有什麼戲可以演出來 所以很多人說 好可惜啊 這一齣戲啊 沒有演成功 沒有演成功 是因為許小新當了四年的議員 竟然不知道有這回事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但是我很懷疑台北市議會秘書處會不會像勇哥講 就是給許小新 然後讓許小新進去 你知道為什麼 他要申請 那還不敢不給他 那哪裡敢不給他 因為在他們心肺大戰的時候 你知道 許小新連戴錫青都脫下水啊 現在台北市議會議長是戴錫青 他把戴錫青也脫下水了啊 兩個在心肺大戰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那為什麼會把他脫下水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是因為 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有講過 辛辛菲菲打群架 辛辛菲菲打群架 那時候我們不是講說 許小新跟費鴻太兩個人去登記 怎麼會是打群架呢 結果兩個登記 最後變成六個人登記是怎麼回事呢 後來不就講說 就是因為有個面電的老闆先去登記嗎 那面電老闆一次是支持許小新的 所以費鴻太一聽 辛辛菲菲一聽很生氣 所以再找兩個人再去登記 找去登記完 許小新又再找一個人去登記 關鍵是這個面電老闆 你知道到最後說他爸爸是支持誰的 你知道嗎 最後拖下水說他爸爸是支持戴琪青的 所以戴琪青在裡面 人家就說 你戴琪青是不是在後面 偷偷運作 幫這個協助這個許小新 對費鴻太那邊來講 看起來好像就長這樣 所以戴琪青馬上趕快出來發聲明說 我沒有介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去幫許小新 所以你知道戴琪青被拖下水 好 那如果像剛剛勇哥講的 那如果那一張證明在幫 如果戴琪青這個支持許小新 那他去拿這個要進去機場管制器裡面 登記在裡面 沒有問題啊 不是 戴琪青就發了一份聲明說我兩邊都沒有幫忙 你不要把我拖下水 不過人家那個是議員的權利啊 所以如果那個再給許小新 那對那個費貝的兩個看起來都怪怪的 所以我說覺得很可惜嘛 如果他也進去的話 通通這樣子的話 那今天搞不好這個馬英九總統 回來台灣的整個焦點搞不好就在他們兩個啊 你看這邊 你看這個都是立委啊 你沒有看這都是立委啊 因為立委可以進去嘛 有可能喔 如果許小新跟費洪泰搶先 都要先去握馬英九的手 那他先跟誰握手 會不會到時候就被解讀的很奇怪 這不是沒有可能 而且許小新是因為馬英九才有今天喔 因為馬英九當黨主席什麼 讓他當 馬辦的發言人 不是 青年團的總團長 是從這裡開始的喔 所以啊 他是中常委喔 是馬英九指定的喔 所以在這裡來講 他跟馬英九的關係是比較好喔 所以他進不去 好可惜啊 對 但他後來跟馬英九關係也沒有那麼好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抗議裡面跟馬英九他回來 怎麼又是好像變成一場鬧劇呢 變成一場鬧劇 是我覺得自從馬前總統到了中國去之後 就把他演得像鬧劇啦 為什麼要演得像鬧劇 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他去對中國來講 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意義是兩個 哪兩個呢 對中國來說第一個 這個因為蔡總統要出訪到美國去這件事情 坦白說他雖然是過境 但其實就出訪啦 沒有人過境過境五天那麼久的啦 所以你怎麼看全世界正常的媒體解讀 都不會把他解讀成一般 就用過境兩個字去想像他 一定把他當出訪去解讀啦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當蔡總統到美國去的時候 這麼大的這個新聞曝光 對中國人來講 我如果要把他抵消掉的話 馬前總統到中國來不是最好嗎 這就是第一個作用 讓大家去想一下 我們的蔡總統去友邦訪問 總共待了幾天算一下 然後在美國待了幾天算一下 所以就知道過境比訪問還久啦 對啦 所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我在這裡其實也要蠻有趣的想要問一下 這個邵廷 九二公司真的活回來了嗎 這大家都在問 現在民眾對這個是無感 對九二公司真的無感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去接機 我說這個是蠻有趣的 所以大家對照起來說奇怪 又好像馬英九演演了一個九二公司活過來 但是在裡面外面 徐曉信跟佩洪泰又開始都出招了 這個蠻有趣的 我是希望今天馬總統回來 那個心肺都去接機了 希望這連續劇就到此為止 畢竟下個禮拜就要民調了嘛 下個禮拜就民調怎麼沒有公布呢 下個禮拜民調 他們的協調就是下禮拜 下下禮拜一 要民調 下個週末就民調 不過好像還沒抽籤吧 是不是 民調不用抽籤 民調就是你就這兩個人 不是順序啊 做民調的順序 他們只要題目設好了 那個民調公司決定了就可以 這樣子設 黨員投票 黨員投票 所以我一直講 國民黨的 我也是要參選立委 所以說立委 你黨內怎麼決定 我覺得競爭是ok 但是競爭完大家要想清楚 你還要合作嘛 我經常很欣賞 民進黨就是怎麼樣 你當然競爭之後 後面也是團結做會 我在南部我覺得很親 所以我們高雄七八日 我們都八千過海 民進黨那兩次 我們也拜託 每次去給你們八千過海 阿建就去跳海 王世堅守信用的男子案 他都跳海 死一時彼一時了 現在是你們團結嘛 所以我真的講得懂 我說這個廢洪泰跟徐晓鑫 我說實在話 我覺得廢洪泰是比較有風度 你看兩個在過招過程當中 所以我當然就希望說 今天既然 我今天其實聽個媒體跟我講很好笑 他說今天廢洪泰跟徐晓鑫 都去跟馬英九接機了 那徐晓鑫今天發言 也不是針對廢洪泰 是針對陳吉仲 我說好 這是個好現象 希望說就此就風平浪靜 所以這是初選 回到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用格 九二共識的確 在馬英九二零一六年卸任到現在 好像就不大有人提他了 但大家不要忘記 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六年 是馬英九當總統的時間 這八年 海峽兩岸發生了多少變化 包括直航 包括三通 包括臺深 臺商 那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他去那就是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六年 在九二共識這個政治基礎之下 兩岸談出來的結果 包括當時政府跟政府之間的 所謂的 簽了二十三項的這個協議 這個都是沒有當時的九二共識 我相信這些人 沒有這個政治基礎是不可能的 但是九二共識 你們主力輪 大家說 你們主力輪說 那是一個沒有共識的共識 你們主席很幾個月才說的 他其實講這個話 也不能抹滅當時二零零八到二零一六 因為九二共識的結果嘛 你不要把主力輪吐槽 我不要吐槽 那是你要幫主力輪說這個事情